严防强风好雨 这个苏立台风呢 今天上午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了 而且暴风圈扩大 速度也加快 往台湾东部海面移动 直扑台湾的机会大 周末有可能登陆 那么礼拜六呢 全台湾都在暴风范围里面 气象局也可能明天啊 晚上就提前发布路上台风警报 卫星云图上苏立台风的台风眼 清晰可见 结构非常扎实 苏立台风吸饱水汽 48小时内从青台变成墙台 暴风半径预估280公里 挥力不容小觑 10号早上8点正式增强为强台 苏立来走不善 目前稳定朝台湾前进 不排除会成为今年第一个 直扑台湾的台风 今年第七号台风苏立 它在今天早上8点的位置 是在俄网比的东方 大约是156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 我们预估它未来还是 以偏西到西北西 这样子的方向移动 苏立目前位置是在琉球 东南东方1000公里海面上 以每小时23公里的速度 向西北西前进 预测11号8点中心位置 是在北纬22度 东京130.6度 13号将会是最靠近台湾 如果太平洋高压势力持续增强 台风往南压 有可能会登陆 最快10号晚上发布 海上台风警报 11号晚上发布陆景 以它的移动方向行进来看的话 北部东北部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一定要严加的戒备 但是实际上各地的风雨影响 可能还是要看它后来 实际走的路径而定 就算台风只是轻擦台湾 也会替中部以北地区带来好雨 其中以东北部 宜兰基隆首当其冲 如果台风引进西南气流 全台都会出现雨势 未来一周 日本流球 台湾上海要严加防范 周五下午开始 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北部东北部地区的民众 要提前做好防灾准备 新闻王中汉徐永莹 SNG小组台北新闻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